桌上的農特产品种类多元 都是中寮香内当季最新鲜的水果 每年冬季就是柳丁盛产期 中寮香为南投县内主要的柳橙生产地 因为地形及气候的关系 所生产出来的柳橙都别有一番风味 由中寮香公所举办的2015南投县中寮香第七届柳橙节 要将中寮香当季新鲜的柳橙推销给消费者 让更多消费者认识中寮香的農特产品 中寮香的柑橘面积占到将近400公斤 我们南投县的柑橘面积500公斤里面 它是占第1位的 今天在我们中寮香川的柳橙公园附近 办到第七回的柳橙节 看到很多的柳橙节 可以买到南投县的農特产品 买到政府的農特产党的欢喜 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吃在地吃安全 我们的柳橙节可以提出很幼稚的 柑橙节不是只有柳橙而已 柑橙节所有柑橙节可以说 整个十方 我也希望可以继续在最美和最好的柳橙节 来展现我们所有的全国爱好柳橙的好朋友 可以来品尝 中寮的水果有很多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香蕉 珍珠干 还有那个火龙果 希望每位好朋友都能来中寮好山好水 好热情的地方玩 现场还有许多体验活动 如有盛香手工肥皂 柳橙钥匙圈及天然柳橙清洁剂教学等 都是从柳橙延伸出来的体验活动 让人见识到柳橙的无限可能性 柳橙还可以做这个 做洗柳橙 可以做那个 洗碗 洗菜 中间的 是一个地方非常好 我们一次广府高相 都来在提供 可以说买柳橙可以说一减用口 也可以做清洁剂 也可以吃 广州消化非常好 像我们那里農会 当时在提供做柳橙叉 也畅销非常好 好玩的 我想说这个柳橙 如果来研发下去 如果我们来農会提供的医药 一定非常有精度 欢迎民众来到中寮乡 可以停下脚步品尝一下 但有中寮风味的柳丁 民意新闻庄博军 南投采访报道